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第三个单元 这两个单元谈的是劳动合同的内容 那我们首先知道劳动合同的内容 它有必备条款和可备条款之分 那必备就是必须有 可备就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对不对 然后前面我们给大家谈到过 劳动合同必备条款要是没有记载 它并不是导致劳动合同无效 那我们可能会有法律的直接的规定来应用 但是劳动行政部门会要求它改正 并且给劳动者造成损失要进行赔偿 好这是大方向我们先把握一下 那先来看必备条款这个单元 这个单元当中先认识一下必备条款有哪些 然后会谈到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期限的问题 会谈到公时制度 贷薪年休假以及劳动报酬的支付 劳动合同期限 公时制度 贷薪年休假 劳动报酬四大方面 我们会展开来介绍 那先看一下必备条款可备条款 必备条款我们是八项必备条款 那我不挨个给大家念 大家看一遍就行 然后可备条款这里呢 大家看清楚 咱们用排除法解题 你把可备条款记住了 剩下的就必备条款 可备条款很好记 试用期服务期 保守秘密 经验限制期 这您再加个期进去 三期 试用期服务期 保守秘密和经验限制期 然后保险方面一定知道 基本社会保险 这个是必备条款 那么单位要给劳动者上补充保险的话 这是可备条款 好 那如果必备条款没有 刚刚我们聊会责令改正 会要求赔偿责任 可备条款呢 可以约定也可以不约定 但你要是约定的话 要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哦 举个例子 咱们下一个单元会谈到试用期 试用期你可以约定 你可以不约定的 我们没有规定说 单位用劳动者一定要约定试用期 够熟的话 没有试用期也是OK的 但是你约定了试用期 我们对试用期的最长期限是有限制的 不能超过法律的规定 所以可以约定可以不约定 但约定的话 你也得遵守法律规定来约定 好 基本判断之道 那么这个点 我们会形成这种题目啊 下来哪个是必备条款 排出法解题 我们说试用期服务期保守秘密 经验期加补充保险对不对 所以A跟C 这是可备条款 剩下来的BD是必备条款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总数 做个简单把握 紧接着第二个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本来觉得它挺重要的 但是呢 在我们题库当中考的确实不多 所以有一点点纠结这个心画的啊 感觉可以一到两颗星 这个地位啊 不太好画 我们踏实把握吧 这里头有一丢丢需要死背的东西 但是大多数是理解了之后 就不用再看第二遍的 那我们首先 知道一下 这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是什么意思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 没有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大家知道 咱们劳动合同 它有三个类别 在这里 第一个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二个是我们刚刚讲的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您先对比一下 如果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我们就说啊 这个合同期限一年 两年或者三年 就很确定的有一个终止时间 对不对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呢 我们是没有确定的终止时间 就这个合同什么终止 不知道 但是这个合同能不能终止 有可能终止 要是出现了什么 法定解除的情形 而一番通知对方 甚至不用通知就走人了 劳动合同解除 完全有可能的 或者我们虽然签了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但是双方协商一致 还是可以解除合同的 所以吧 在这里不需要大家去背 就是听懂 无固定期限是 我不说清楚是一年两年还是三年 没有确切的终止时间 但它是有机会终止的 好 那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也把它简称为 长期合同 我跟单位签了一个长期合同 这个长期是多长期啊 不知道 那其实他表达的就是 和单位签订了一个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好 那么除了固定期限的 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 还有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那这种可能生活当中 接触的不是很多 特别是我们这个财税行业啊 什么行业 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 劳动合同比较常见呢 嗯 我接触到的啊 我我我认知范围内的 最常见的就是技术开发 你比如程序员 我们有很多程序员 他是啊 我给这个单位 开发一个什么APP 开发完 我跟这个单位的劳动合同 就要结束的 然后我去另一个单位 又给他开发一个什么APP 开发完 OK 我们又结束 所以经常就是在 在这种技术开发行业 最容易产生 你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这个APP什么开发完 那可不知道 因为未来有可能遇到 不可知的技术障碍 对不对 所以没法谈固定期限 也更没法谈 无固定期限 那就是什么开发完成了 什么调试正常了 那我们的劳动合同就终止 我走人 给你剩一两个维护的人员 或者后期你再来找我 好 这是一二三 三种劳动合同 好 那其实 如果单位和这个劳动者协商一致 他们是可以选择我们定立固定的 无固定期限的 或者是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的 换句话讲 我和单位只要信任度够高 或者谈得拢 咱怎么说 只要我和单位谈得拢 我可以一来 我就不定什么一年期三年期 直接定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你够牛 跟单位同德谈得拢 一来 头一回用工 直接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允许的呀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前面我们讲 用工只起 一年 还不定书面劳动合同 那么 在满一年的当天 被视为定立了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证明劳动者 日后跟用人单位之间 是一个没有确切终止期限的劳动合同的 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是 应当定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么首先 什么叫应当定立呢 它是 劳动者 可以要求我不定立 但是只要劳动者 不要求 用人单位就 应当和劳动者定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也就说 我在这家用人单位 已经连续工作满十年了 我可以选择 我不跟你定无固定期限 你还是再给我签个五年合同 劳动者是可以提出 我不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OK的 劳动者 可以选择不定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但是 只要劳动者不吭声 我在这家单位干满十年了 接着再签合同 一定是一份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所以是 除劳动者提出 固定期限之外 就应当定立 无固定期限 什么情况呢 十年两次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比较重要 就是刚才我们聊的这个 劳动者在该有能单位 连续工作满十年 再定合同 除非他自个儿不愿意 否则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紧接着 简单了解 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 或者国有企业改制 重新订立劳动合同的时候 这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 连续工作满十年 且具退休年龄不足十年到 那么 订立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也就这种情况 应当无故期的条件 比一般情况要 要求要高一些 连续满十年且具退休年龄不足十年 但是一般不会考到这条 我们看一眼有个印象就行 通常情况下是 我在一般的用人单位当中干满十年 再定就是无固定期限 除非我自己不愿意 好 两次 我跟这个单位 已经连续签订 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 先来个一年期 再来个三年期的了 那么第三次 只要没有下列情形 第三次 除非我自己不愿意 单位得给我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必须没有下列情形 什么情形呢 一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我们把它简称为 违章 好 违章 二 严重失职 淫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我们简称失职 三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那不就是出去兼职了吗 但是一定注意 他有后面的要求到 出去跟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 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本单位提出拒不改正 违章 失职 又兼职 往下走 劳动者以欺诈 胁迫 称人之威 欺邪 称威 对吧 使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定立变更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无效的呀 欺邪威 免排除 违法刑 劳动合同都无效吗 这不欺邪威吗 好 第五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那不就是犯罪吗 欺邪称威 又犯罪 好 往下走 劳动者 劳动者患病或非应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 既不能从事员工作 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虽然我们已经有两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 但是前第三份的时候 他患病 期满两不能 既不能干员工作 也不能干新安排的工作的 那我就可以不给定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好 叫患病虚待两不能 不是一患病 就就就满足第六条 要既不能也不能 第七 这个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胜任应经赔或调 你说他不能胜任 那你培训啊 或者你可以调整工作岗位啊 培训了能胜任 不符合这个情形 调整了能胜任新岗位 不符合这个情形 胜任应经赔或调之后 人不能胜任的 那是七 好 那么这七条 有点有点长 所以呢 大家的思路就乱了 来收一下 把这个意思捋懂 首先我和单位已经定例了两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 那么第三次 如果没有这些情形 除非我不愿意 用人单位 应当跟我定 不固定期限 但如果有下列这些情形之一 那他就可以 不跟我定合同 或者是可以定例什么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也就是 没有要求他应当 不固定期限 您稍微把这思路转过来 已经有两次 已经有两次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 第三次 要是没有这些情形 应当 无固定期限 除非我自己不乐意 但有这些情形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 可以选择跟我定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甚至可能要涉及 我们就不再续定了 好 连续两次 无 法定情形 除非劳动者不愿意 否则是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么哪些 法定情形 我们刚才 编给大家熟悉 编给大家编了小口诀 违章 失职 又兼职 兼职的话 一定注意 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提出拒不改正 后面我们这几句口诀 还有用到 欺邪称威 又犯罪 然后 患病 一定要两不能 如果没有两不能 他不属于这个第六的情形 胜任 应经 赔或调 赔完 调完 能胜任 第七条是不满足的 好 我们把这块内容 思路稍微梳理一下 来 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定例 有可能是双方协商一致 可以定例的 有可能是 符合了一定条件 被视为定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用功致起 满一年没签 书面劳动合同 满一年的当天 被视为定例 无固定欠劳动合同 对吧 有可能是 应当 定例 无固定欠劳动合同 除非 劳动者 不愿意 什么情况下 会有 应当定例 除非劳动者 不愿意呢 一 我们说主要条文 一 在该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二 已经与该单位订立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不存在 违章失职 又兼职 欺邪称威 又犯罪 患病需带两不能 胜任 应经 赔货条 这些 法定情形的 那么 再续定 除非劳动者不愿意 否则应当 无固定欠劳动合同 说清楚了吗 三个层次 好 再来看法律责任 这种应该定例 无固定欠劳动合同 而不跟劳动者定例 无固定欠劳动合同的 从应该定例开始 就要支付两倍工资 这个两倍工资 不像我们那个 没有及时定例 书面劳动合同一样 有上限十一个月的规定 这个没有 从该定例 而没有定例开始 一直支付两倍工资 没有上限 所以我们劳动合同法律制度里 有两处两倍工资 一是没有及时定例 书面劳动合同 二是该定例 无固定欠劳动合同 而没有定例 好 我说清楚了 这个编析一下 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聊的 是不是 一个是有十一个月的上限 一个是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10年以来 假公司与下列员工 都已经签订了 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了 再次续定 除员工资格不愿意 应该定例 无固定期限的 那两次已经摆在这了 那就是不能出现 法定情形吧 不能胜任 但赔完能胜任的 那这不叫法定情形 所以应该和他定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对吧 有法定情形 就不需要 没有 应该 B 因交通违章承担行政责任 而要犯罪 是属于法定情形 行政责任不属于 所以应该定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C 患病 虚待两不能 可以不定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但现在他能呢 能从事员工做呀 所以应当定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D 兼职 兼职我们是有要求 要么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要么 兼提出拒不改正 他一提出 他要改正了 那不是法定情形 两次 无法定情形 应当定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个题是ABCD全选 好 这个题 那个思路有点道道的 两次 无法定情形 应当定例 这些是不符合法定情形 所以都是应当定例 三颗星 自己把这道题目好好评评 好 往下走 给出的是一个 我们 最高法发布的一个文件 什么第一批 劳动人士争议典型案件 通知里列举的典型案例 为什么给大家 今年在清一当中收录了 这份文件的一些典型案例呢 是我 这个咱也说不好啊 但是我在这两年的题库当中是 发现 有个别大题 它是和我们这份文件挂钩的 可能不是完全 copy的这份文件的案例 但是有些情节和桥段 特别像 但是恰好是这两年 就是我说到跟这份文件 比较像的那 少数的大题 我正好没有 收集到比较完整的样本 只是听同学们反馈的时候 觉得特别像 所以今年我们就是 把这份文件给大家 加到清一当中 我们的作为一个举例 咱也甭管人家 会不会拿来出题 反正做一个案例 了解一下总是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案例 16年8月1号 万某入职某食品公司 从事检验工作 那等于说 这个16年8月1号 就是用工职日段 万某和该食品公司的劳动关系 这一天就建立起来了 好 双方口头约定 月工资是3000元 万某入职的时候 负责人告诉他 是用期满之后 才来签书面劳动合同 那首先这句话 本来就是错的 对不对 应该是用工 至几一个月内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你推这么晚 那应该是满一个月的次日期 就要支付双倍工资 但是双方一直没有签书面劳动合同 送期满了以后也没签 一直到18年的7月31号 16年8月1号入职到 18年7月31号解除劳动关系 这里头是两年了 一直没有书面劳动合同 那等于这个食品公司 要给万某支付11个月的工资补偿 或者叫双倍工资 对吧 然后他们在满一年的当天 就被视为定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对吧 好 那万某就提出要求 说17年8月到18年7月期间 没有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第二倍工资 啊 万某在说什么呢 他没有主张那个 未及时补定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他要的是满一年 视为定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个他说你没有给我签议合同 所以要有一个双倍工资 那大家回来看一下 咱们前面谈 应当定立而不定立 会需要支付一个两倍工资对断 这个是针对谁来说的 是针对那个应当定立来说的 包括你看我们轻易的这个序号 可以定立 视为定立 应当定立是并列的 这个法律责任是写在谁下面的 写在应当定立下面的 所以刚才是视为定立 你跑来要这两倍工资 聊不上啊 咱们必须是应当定立 而没有定立无固定期限的 才有这两倍工资啊 所以这个万某要错了 他可以要为及时定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那十一个月的双倍工资 但是他不能要这个视为定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我们那双倍工资是对应当定立而未定立的 才有那双倍工资 能理解吧 啊 那个控二三法律责任是写在应当定立那层次里头的 这是我们的实际判例的典型案例的 好 前面我们谈到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公实制度 那咱们国家的公实制度主要是三种 一标准公实制 二不定时工作制 三综合计算公实制 那以标准公实制为主 确实无法实行标准公实制 经过劳动行政部门批准之后 才能进行不定时工作制 或者综合计算公实制 好简单有所把握 然后所谓的标准公实制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每天八小时 一周上午天班 一共是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时间 那确实无法实行标准公实制 那也要保证每天不超八小时 每周不超四十小时 然后至少每周要休息一天的 好往下走 这么严格的时长要求 那单位是不是不能要求加班 也不是 确实因为生产经营的需要 可以安排加班 但是 一要和工会劳动者协商 二要注意时长 我们是有时长上限的要求到 通常情况下 每天不超三小时 每月不超三十六小时 但是 这个时长上限 如果涉及到生命安全 公共利益的时候 就会打破 不受这个时长上限的要求 大家看到 发生自然灾害 事故或者其他原因 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 财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到 三小时三十六小时的问题 就先放放了 生产设备 交通运输线路 公共设施发生故障 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到 必须及时抢修到 那这三小时三十六小时 就先放放 好 那公实制度 我们其实是做一个基本把握就可以到 但是接下来 代薪年休假需要着重的把握好 这个在考试当中是反复涉及到的 但是一点都不难 我们来看 首先 为什么叫代薪年休假呢 代薪二字什么意思 说在年休假期间 职工将享受和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工资不变 虽然你在家休息 所以他叫代薪年休假 那代薪年休假这里 咱们主要解决 能不能修 能修的话 怎么修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看 能不能修代薪年休假 第一个 不管是机关团体企业 还是事业单位 还是民办的非企业单位 甚至有过工的个体工商户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单位工作 连续工作一年以上 就可以享受代薪年休假 那么这个连续工作一年以上 指的是你的工留一年以上 并不是在本单位工作一年以上 不论单位性质 连续工作一年以上 就有代薪年休假 好 这是第一个 想不享受代薪年休假的基本条件 第二个 有些情况 不能享受当年的代薪年休假 以后可能还能享受 但该年度的就不能了 那什么情况呢 大家看 首先 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 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寒暑假期更痛快 您还要代薪年休假 不太好意思吧 然后 职工请试假 累计20天以上 一般请试假都要扣工资 对不对 这个单位好到什么程度 20天的试假 单位居然不扣工资 那您好意思要年休假吗 所以 应是20前兆给 当年的代薪年休假 他就不享受了 那紧接着 345 给他捆在一起 说 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 满一年才开始有代薪年休假 一到十年 十到二十年 二十年以上 后面我们算代薪年休假天数的时候 会谈到 一年十年往前寄 五天五天盼休息 一年十年往前寄 一到十 十到二十 二十年以上三个区段 请病假累计 二三四个月以上 当年的代薪年休假就不享受 所以应病 二三四个月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能否修年休假的基本条件 以及 不享受当年代薪年休假的 三个层次的情况 好 不着急 我们往下走 说如果能够享受当年的代薪年休假 那我们是怎么修的 一 一年十年往前寄 五天五天盼休息 你看 一到十年 五天代薪年休假 十到二十年 是十天代薪年休假 十天是怎么算的 五天的基础上再多给五天 第二区段多五天 然后满了二十年的 他就是在前面已经多给五天的基础上 又多给五天 所以这个地方叫 一年十年往前寄 五天五天盼休息 三个区段 每个区段多五天 那么这三个区段 如果应病二三四个月 当年的代薪年休假就不能享受 好 然后担心年休假 国家的法定休假日 休息日是不记录的 法定休假日 您比如说国庆节 国庆节当天就是一个法定的休假日 休息日指的是周六周日 这叫休息日 年休假 法定休假日休息日是不记录的 所以当年我刚毕业去 去这个机关里头去实习的时候 就很惊讶的发现 一老同志一个月都没有来上班 为什么 人休年休假休一个月 您琢磨一下 这老同志 首先他有十五天的代薪年休假 然后安排在十月份里头 大伙知道的 这个国庆节本来就好几天假期 再加上十五天的代薪年休假 再加上这十月份里头 还要好几个周六周日 对不对 连着休 可不一个月都不用来上班了吗 所以大家注意 代薪年休假 他这个国家的休假日 休息日是不记录的 所以小朋友们说 我有五天代薪年休假 顶着周六日休 其实是可以有小十天的 这样一个长假的 关键是单位得让你这么请假呀 年休假 我们是允许集中安排 允许分段安排的 要看单位的需要 一般不会跨年度 但是在没有规定说 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安排 可以分段安排 确实我们没有办法 让一个员工一下子休十来天 那你哪怕就五天年休假 拆开 上个月休一天 这个月休一天 反正让累 继续个五天就完了 可以集中分段安排 但是一般是年内安排 不跨年度 好 往下走 那如果职工年终跳槽怎么办 我上半年在假单位 下半年在乙单位 好 因为我们代薪年休假的天数 是不算在该单位工作 多长时间的 我们强调是功利用 对不对 所以年终跳槽 它不影响我这个代薪年休假 总天数的计算 影响的是在该单位 可以享受多少年休假天数 的计算 那我们谈的是 新进单位之后 修多少天呢 直接按照在本单位 剩余日历天数折算确定 折算后不足以整天的部分 不享受年休假 那一般我们会直接告诉您 到本单位 剩多少天的日历天数 给个整数 这不考特别难 所以我们假定一下 劳动者王某 他从假公司 跳槽到乙公司 然后题目告诉您 王某他的功龄 已经是15年了 跳槽到乙公司的时候 正好剩余日历天数 是二分之一 全年天数的二分之一 那我们知道 首先王某功龄15年的情况下 一年十年往前寄 五天五天判休息 15年是在第二个区段 所以他有十天的 代薪年休假对不对 那我王某在乙公司 跳槽新进乙公司 能修多少代薪年休假 是不管他在假公司 修了多少天的 直接我全年是十天 那么到乙公司 是剩二分之一的日历天数 所以我在乙公司 这里就可以修五天的代薪年休假 那王某有可能说 我在假公司才修三天呢 跑来乙公司要 要七天的代薪年休假 不行 差的那两天是 假公司欠你的 你王某去跟假公司聊 要么再多给两天工资 是不是 这个是你和假公司之间的事情 我在乙公司这里 享受多少天代薪年休假 是不考虑我在假公司享受过多少的 直接就是全年十天 剩余日历天数 您停不告诉我 二分之一 我直接成就结束了 所以在乙公司 我就是五天 假公司差你多少天 你找假公司去 跟我乙公司无关 所以年终跳槽是折算定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编讲的过程中 给大家介绍了几个小口诀 您可以把它连起来 琢磨一下 首先 单位不分大小 功零一年就行 这个在说什么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单位工作 只要功零 只要连续工作满一年 就可以考虑享受代薪年休假了 听懂 这是第一 第二句口诀 我们谈到一年十年往前寄 五天五天盼休息 休息休假不计入 一到十年 十到二十年 二十年以上 五天十天 十五天的待薪年休假 不把法定节假日 以及休息日寄进去 好 再来 如果是应试二十前照给 应定二三四个月 寒暑假期更痛快 当年的待薪年休假 是不能享受到 说的是不能享受 当年待薪年休假的那一区段 待薪年休假是 集中分段 年内排 不跨年 但是年中跳槽 是折算定 直接折算定 不看在原单位 修过多少待薪年休假 所以这几个小口诀 您可以把它充分的用起来 好 那我们借助小口诀 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一大排 例题 先看 19年的11月份 贾公司职工婉某 提出 待薪年休假升起 你知他累计工作 15年 贾公司 满两年 但 还没有享受 本年度的年休假 可以享受多长 我们是 拿工零算的 跟他在贾公司工作时间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小口诀 我们前面谈到 说单位不分大小 功零一年就行 聊的是功零 那15年功零 享受几天待薪年休假 一年十年往前寄 五天五天盼休息 十天的待薪年休假 再来 贾公司的职工孙某 享受今年待薪年休假 已经是三天了 同年十月 又想补休 那能补休几天呢 说 孙某第一次就业 就在贾公司这里 已满十年 那等于说 他的功零就十年嘛 对吧 那 一年十年往前寄 五天五天盼休息 我这已经满十年了 是第二个区段 所以他是十天待薪年休假 减掉引休的三天 那么就是七天 所以等于第二个例题 一方面是考了 带薪年休假的总天数 另一方面是给大家举例说明 我们集中分断年内排的问题 对吧 可以分断休 一般不跨年 第三 王某工作已满十二年 大家熟了 十天带薪年休假 好 在上半年 贾公司休了五天年休假 下半年调到乙公司工作 要补休年休假 题目告诉你 调到乙公司的时候 剩余日历天数 占全年总天数的比例 正好是二分之一 那可不就是 十天乘以二分之一 在乙公司这里补休吗 所以我们是可以补休 五天的带薪年休假 选择必选项 那我们改一下 如果他在假公司那里 休了三天 休了三天 我在乙公司这里 可以要求补几天 这是我们前面给他强调的 年终跳槽是折算定 不看你在原公司休了多少天 就折算定 所以甭管他这样是五天还是三天 我在乙公司都是五天的年休假 好 往下走 下来 关于职工带薪年休假的表述 正确的是 A 连续工作一年以上 有带薪年休假 单位不分大小 工零一年就行 B 不管是什么样的单位 都可以依法享受 对的呀 单位不分大小 C 休息休假不记录 对的 D 带薪年休假 所谓带薪想要正常的工资吗 ABCD 再来 不能享受当年带薪年休假的情形 寒暑假期更痛快 不能享受当年的带薪年休假 应是二十 前兆给 不扣工资 应并是二三四个月 我们说是一到十年 二 对 十到二十年是三 二十年以上应该是四 所以二三四个月 第一选项是四个月 而不是三个月 所以这个题是ABC 作为正确选项 好 那么带薪年休假这里 咱们理解了基本意思之后 基本上是几处口诀 您稍微念叨熟 题目就可以做对的 分纸一定要把握住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 本单元的最后一个层次 劳动报酬 那么劳动报酬这里 咱们是连续几个考点 劳动报酬的基本规定 加班工资 还有最低工资制度 对吧 三个层次 先来看 劳动报酬的基本规定 首先 劳动报酬 要以法定货币支付 不能以食物 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 说很久很久以前 某些国营厂发不起工资了 就把库里的什么 皮鞋之类的给职工抵公司 那是以前 现在不行了 一定是法定货币 大陆地区的话 人民币来支付 你们冬奥不给我发人民币 给我发点课回去听 立马就晕过去了 对不对 一定是人民币 法定货币支付 支付的时间 应该善照约定的日期支付 好 每个月5号发工资 那现在马上过年了 5号也许正好顶过年那假期里头 怎么办 过完年再来领 立马哭了 对不对 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 好 支付频率 咱们全日制用工 是要求每月支付一次 至少每月支付一次 确实有必要可以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 但如果对于完成一次性临时劳动 或某项具体工作的劳动者 那可以完成劳动任务之后支付工资 你比如说我们那种 定例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的 那确实二二天干完了 二二天支付工资呗 好 还有 我们后面会谈到非权制用工 他的支付频率是最长不能超过15天 劳务派遣是由派遣单位来按月支付工资的 这个后面我们会陆续谈到 放在这里第二遍复习的时候稍微背背 好 紧接着 如果用人单位 拖欠或者为足支付劳动报酬 劳动者首先是可以正常的什么申请劳动报酬 劳动重残 不服气还可以劳动诉讼对不对 但是更快的是申请一纸支付令 支付令是什么东西呢 支付令就是人民法院给的一张纸 上面写着支付令盖着人民法院的戳 关键是 要这张纸有什么用 要这张纸找单位 赶紧给我工资 好 单位要是还不给 15天内 人民法院都签张支付令来让你给工资了 你15天内不给 那劳动者就申请强执行了 这张支付令好好在这 15天 很快 我们就可以考虑强执行 不用说我仲裁完 还去起诉 起诉完还一审又二审 拖好长时间 然后把那工资 利息都拖得比工资本身大了 所以支付令牛在这 简单把握 第二 如果不按照规定期限去支付劳动报酬的 先责令限期支付 预期还不付的 要加付赔偿金哦 这个赔偿金是 应付金额50%以上 100%以下 劳动报酬这 几处加付赔偿金都是50%以上 100%以下 那么基本规定 就是我们小表格里谈到的 这四个层次 好 那么题目考的比较机械 我们可以看一下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劳动报酬支付的表述 正确的要 A 工资 每月支付一次 确有必要可以周 小时 等等 那我们没有特殊说明的情况下 都是在考全日制用工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就题目没有说 我这是全日制用工 但没说它是非全日制 它就是全日制的 要这么去思考 B 如果是 就是在日标准工作时间 以外延长工作时间 我们后面谈到 晚上加班 晚上加班 加班工资是按照150%来支付 这是正确的 您还没学 一会就学 C 如果遇到了 节假日休息日 支付工资应该是 提前在最近工作日支付 而不是延后 B 工资应该以法定货币支付 不能以实务会有价正确来替代支付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道题实际上ABCD都是正确说法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不同用工形式劳动报酬结算的支付周期 现在您做可能有点点困难 非全制是最长15天 刚才我们给大家链接的 全日制我们是至少每月支付一次 不是每周 劳务派遣是整个派遣结束后支付 不是的 由派遣单位按月支付 D 完成一次性临时劳动或某项具体工作 那么可以完成任务之后来支付 这也是对的 所以我们这个题选择A D两个选项 好 这是关于劳动报酬的基本规定 接下来加班工资 那么加班工资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基本规定 那么支付标准这里好几个层次 其实主要是把这个表格看懂 然后要能读文言文 我们这个表格先聊清楚 如果您是晚上加班 工作日的晚上加班 那么是不能够补修的 什么意思 咱周末不休息 换成周一周二休息 这个其实是等价的 周末吗 逛街人还多 我就喜欢周一周二休息 商场里没什么人 对吧 这个是能以补修做补偿的 但晚上不行 晚上睡觉和白天睡觉是不一个意思的 所以晚上加班 补修是不行的 直接支付加班工资 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加班工资 那么跟晚上加班相同道理 春节中秋节加班 你说补修 那不行的 年夜饭 它和平时那顿饭 它就不一样 哪怕菜是一样的 它都不一样 所以不能以补修为补偿 只要春节加班 一定是百分之三百的 加班工资 好 那如果是平时 周六日加班呢 周六日加班 前面我们聊过了 周六日加班更好 我周一周二出去逛街 所以它是可以补修为补偿 可以补修为补偿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安排补修了 就不给加班工资了 没安排补修 才给加班工资 那没安排补修 加班工资是按百分之二百来支付的 好 咱先把文言文放放 先把这个表掌握住 谈加班工资 一要看能否以补修为补偿 只有周末加班是可以安排补修 而不支付加班工资的 那么如果补修的事情看清楚了之后 标准晚上百分一百五 周末百分之二百 然后这个春节加班是百分三百 好 这个意思先说懂 说懂了之后 晚上加班 周末加班 春节加班 是为了大家好记 在题目当中 晚上加班叫做 在日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 日标准工作时间是八小时 在八小时之外 还延长工作时间 那不就是晚上加班吗 同学们说 要准确点讲 工作日晚上加班 对 你很牛 是这个意思 再来 依法在休息日工作 这就是周末加班 春节那叫休假日 周六日这叫休息日 对词是不一样的 那休息日加班 如果安排补修 没有加班工资 不能安排补修的 给百分之二百的加班工资 好 再来 依法安排在法定 休假日工作 那法定休假日有哪些啊 其实每年这个国务院 他都会发通知啊 说二二年的休假日有哪些 但是一般的提到什么 中秋节啊 元旦节啊 春节啊 这都叫法定的休假日 那么我们是不谈补修为补偿 直接给百分三百的加班工资的 好 那么这个休假日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您比如说国庆节 我们经常说国庆有七天假 但是大伙懂到 这七天假都是休假日吗 不是的呀 这里头一般情况下是三天休假日 然后另外四天 是前面条条 后面条条 条周六日过来的对不对 所以您就得看好了 这三天休假日加班 它是不以补修为代价 给百分三百的加班工资的 那四天 它是休息日 调休了 不给加班工资 每条休给加班工资按百分之二百来计算 所以并不是 你说 你说我惨到什么程度 国庆节这七天全都在加班 好 那我是不是上手 一天工资一千块 乘以七乘以百分三百 哇 我能领这么多工资 不是的 您有三天是属于百分三百的标准 有四天 先看给不给补修 不给补修是百分之二百的加班工资 所以每一天 它是属于休息日 还是休假日 是要分别来对待的 那么理解了之后 能看懂文言文之后 本质上就是这个表格的把握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有些单位 他安排了加班之后 不给加班费 那怎么办 加付赔偿金 前面我们给大家谈 劳动报酬这里 加班工资给 给完了加付赔偿金 它的标准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 以下的标准来加付赔偿金 好 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做题 首先 二零年十月份 甲公司依法安排职工周某 在国庆节加班一天 这个就是休假日加班 不带不带顺 不带补修的 百分三百的工资 所以我们 A和 他日工资是300 A和 C就错了 对不对 好 往下走 这个 在十月十七号 周六 又加班一天 那么周六加班 是要看 有没有补修 没补修 那就百分之二百的 加班工资 所以应该是B选项作为正确选项 好 往下走 20年5月份 假公司安排职工周某 在15号延长工作时间2小时 这是晚上加班 那么一天的工资480除以8小时 晚上加班2小时 不谈补休 直接给150%的加班工资 然后往下走 周六加班一天安排补休了 那没有加班工资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选择递选项 好 这是从周六如果安排补休 没有加班工资的角度 给大家挖的坑 好 这是第一层次 加班工资的基本规定 紧接着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用人单位 应当依法支付劳动者 在法定休假日 婚三假期期间 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的工资 依法参加社会活动 最典型的就是人大代表参加人大会议 咱们单位有人大代表 那么人大开会那几天 他是没有来上班的 但是他那几天是算他在上班 是给工资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小案例 说王某本月如果每个工作日都到单位来上班 他是要发四千块的工资 但是呢 他这个月比较奇葩 休了十天婚假 开了三天人大会 就实际上就上了七天班 那好 那我们要给他扣工资吗 不啊 婚假参加人大会都是有工资的 所以这个王某虽然只上了七天班 但是单位必须照常给他发四千块钱全月的工资 好 实际上这条规定在实务当中最主要用在哪 可能同学们都遇到过 遇到的时候您拿这个规定去反驳他 您比如说咱们平时请试驾 我假定说我一个月是五千块钱的工资 然后我们一个月当二十个工作日来算 我说我请一天试驾 好 那单位就要扣我一天的工资 五千块除二十是多少 二百五 就是我请一天试驾 要扣二百五十块钱的工资 然后正好那个月 他是婚假十天 然后人大会议三天 然后再请一天试驾 然后单位就这么算了 他说我五千块除以 你这二十天有十三天买完 你才干了 正常该来上班是七天 请一天试驾 要扣你多少工资呢 扣你五千块除七 一天七百六块钱的工资 那不对的 虽然这个月十天婚假 三天人大会议 该三班七天 但是人大会议和婚假的时间 我都是有工资的 所以哪怕我在这么特殊的一个月里 请了一天试驾 你也得五千块除二十 扣我二百五的工资 而不是一天七百多的工资 我知道 特别是沿海地区很多小企业 遇到国庆节那个月 如果请假的话 经常扣别人很多工资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国庆节期间的三天法定假期是有工资的 好 我们往下走 您评评这句话 第三 第三这个点 往年同学们提问也比较多 他说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 妇女节 我放假 可能我们男同事们还得干活 妇女节 这叫部分公民放假 青年节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部分公民放假的时间 如果参加社会活动 单位组织的庆祝活动 或者是照常工作的 单位要支付工资报酬 但不支付加班工资 可是如果这一天正好是周六日 还来工作 那就是加班 要给一个休息日的加班工资 好 怎么去理解呢 你比如说 我们全月工资是四千 本月要干二日天 那正好遇到了妇女节 遇到妇女节 我是实际上干十九天半 然后我就可以领四千块钱工资了 对不对 男同志们是干嘛 二十天领四千块钱 我是可以十九天半领四千块钱 对吧 但是我干了二十天 我那半天应该去逛街去买东西 结果他没让我出去 还让我哥那干呢 我干了二十天 那怎么办 如果我那半天正好是个周一 那单位得付我二十天半的工资 等于我休 本来那一下午是有工资的 我该休假 我没休假 我多给办了 干了半天 所以我应该是二十天半的工资 所以三月份很特别的 男同志们干二十天领四千块 女同志们干二十天 是领二十天半的工资 会多半天的工资的 这是妇女节在周一 那妇女节要正好在周六 还来加了半天班 那这半天要按照 百分之二百的加班工资来计算 那二十天正常我上班了的呀 然后你再让我又加了一天班 那加了半天班 这加半天班得给百分之二百的加班工资 就当周六来对待了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 如果是周一多给半天 如果是周六 我们是当一个周末加班这样去处理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这个诚意是因为他 他周六干了一整天 周六要是干半天的话 当然是给半天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 好这是这个案例 大家稍微琢磨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这块涉及到的小题目 下来关于劳动报酬支付的表述 正确的有 A 在妇女节照常工作的女职工 要给加班工资 没有啊 我们是多给半天的正常工资 不叫加班工资 加班工资要么百分之一百五 要么百分之二百 要么百分之三百 对不对 它是正常给半天的工资 多给半天 您回头看那个例子 B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 在法定休假日期间的工资 对的 我是歇着 但是那天是有工资的 C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支付工资日期 与节假日 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 正确的 D 用人单位不能以有价证券替代 法定货币支付 这个是正确的 必须以法定货币支付 不能以有价证券替代 所以选择BCD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 加班工资的问题 没完 工资还有最后一个层次 最低工资制度 最低工资制度指的是 我们要规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 或者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 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 要支付的最低报酬 那么这个地方是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 支付的最低报酬 所以他肯定不能把加班工资加进去 不能把那些不正常工作条件下的 补贴给加进去 意思是 政府规定了 正常工作起码得一个月给1500 那你不能说 让我在那里加很多天班 给我1500啊 你就违背的 不加班情况下 最低给我1500 加班该怎么付加班工资 怎么叫付加班工资 所以这正常劳动 前提下最低该给的钱 所以呢 不包括加班工资 不包括其他各种特殊环境 特殊条件下的今天 好 往下走 咱们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是各省自治区 自治区自家是人民政府确定的 所以有地域区别 劳动合同旅行地 和用人单位注册地不一致 最低工资标准 应该是执行旅行地的有关标准 您可以这样理解 为什么会有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度呢 是为了保障每一个正常打工的人都能吃得上馒头 就是维持生存最低的一个要求 这是以馒头钱 那你说 我单位是北京的单位 然后我工作在哪工作呢 在西部山区工作 西部山区的馒头便宜 一般要执行西部山区的这个标准 但是北京的标准高于西部山区的标准 如果我们一定要执行西部山区标准的话 可能很多劳动者就不愿意去了 所以我们又给了一个规定 说如果是高于可以约定用北京标准 有约定从约定 没约定的情况下 用旅行地标准 但是您得倒过了 我要是西部山区的单位 我注册地是在西部山区 派我来北京工作 什么派驻北京办事处 我的旅行地是在北京 那您琢磨一下 能约定说用山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吗 不能的 这样子的话 那个来北京工作那个人馒头就吃不起了 现在北京的馒头 我昨天刚买一块五一个呢 山区可能三毛钱就可以买了 所以他不能倒过来 注册地标准高于旅行地标准 为了鼓励职工出去 可以约定用注册地标准 注册地标准低于旅行地标准 那必须执行旅行地标准的 要不这个派到北京来的人 他吃不起馒头 您琢磨一下 好往下走 非常重要的扣工资 什么叫扣工资呢 指的是因为我自己的过错 给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 您比如说我这回要把电脑砸了 我估计就得给东奥赔损失了 那么东奥可以要求我立马掏 一落人民币赔了 他也可以从我工资当中扣除 但问题是什么 我一个月指着这点工资吃馒头 对不对 你能不能把我工资全扣走 我这个月馒头指谁 对不对 从保障人权基本生存要求的角度 说能赔得起直接掏上民币 赔不起的可以扣工资 但扣工资再怎么扣 您得把馒头钱给人留着 什么叫馒头钱呢 一应得工资的80% 二最低工资标准 两者属高 这就是那份 他必须拿回家的馒头钱 又是一中年人的悲惨人生 对吧 每个月我起码拿这么多回家 我才能养活一家老小 剩下的你扣 所以至少要发应得工资的80% 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属高数 差额部分 是你最多可以从我工资里头扣的 所以原理是 能掏错出人民币直接掏 掏不出人民币可以扣工资 但即便你每月每月扣工资来赔损失的话 要给我发一份 够我养活一家老小的钱 这份钱怎么算 应得工资80%和最低工资标准属高 好我们来算一下 假公司职工 因为违规操作给公司造成了1万块的经济损失 要求赔偿 掏不出人民币 所以扣工资 扣的话怎么办 给他发一份 最起码养得起一家老小的钱 所以是4800×80%和2400 属高 应得工资是4800 乘80% 3840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2400 属高 那应该是起码给他发3840 所以本月我能扣他多少啊 4800减掉3840的差样 最多从他的工资里扣掉这么多 960 好 所以这个题选择 A选项 最多扣这么多 好 那紧接着 就最低工资 不包括哪些 我们是可以考察到 加班工资 肯定不能包括进区 其他的什么 火石补贴 夜班补贴 高温补贴 火石补贴是饿着肚子干活给的补贴 所以他不是正常提供劳动应该获得的 夜班高温也不是 所以ABCD都不包括在最低工资当中 好 那聊到这个地方 咱们劳动合同到必备条款 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好 那首先会区分必备条款和可备条款 我们给大家谈到过 说反方向把握 可备条款是三期 试用期 服务期 纪念限制期 然后再加上补充保险 剩下的是必备条款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他没有确切终止时间 有可以定立 视为定立 应当定立 三大层次 那么应当定立 我们会谈到十年的问题 谈到两次且无法定情形的问题 另外呢 咱们应当定立而不定立的情况下 要给两倍工资 好 往下走 工时制度 有标准工时制 不定时工作制 综合工时制 那标准工时制 每天八小时 一周五天 一共40小时 最多每天可以延长三小时 每月可以延长三六小时 但涉及生命安全 涉及公共利益的就不受限制 好 担心年休假 主要是那几处小口诀 什么单位不分大小 工零一年就行 一年五年往前寄 一年十年往前寄 五天五天判休息 休息休假不计入 应生二十前照给应病二三二四个月 寒暑假期更痛快 集中分断年内排 但是年终跳槽是择算定 对吧 这些东西去把它把握 劳动报酬 基本规定那里给了表格 法定货币 每月至少一次 预法定节假日是提前在最近工作的支付 还有拿支付令的问题 加班工资 一看能不能以补修为补差 二100% 150%200%300%的一个操作 然后什么妇女节啊 什么参加人大会议啊 这个简单了解就行到 最低工资制度 不包括哪些 用旅行地标准还是注册地标准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扣工资 那劳动报酬的问题 这个带薪免休假的问题都比较关键的 一定要踏实把握好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谈到的第二个单元 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